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赵超康就愿意辞掉他本来不应该辞的中光董事长 旋转剩不到一个月 赵超康接受专访被问到要不要辞掉中光董事长 赵超康公开对老家违禁不拆 还多次哽咽甚至爆哭的赖清德呛瞎 赖清德的万里的违禁 违法的他不拆 我是合法的 合乎法律的叫我辞 我在这边第一次讲赖清德拆他万里的违禁 我就辞中光董事长 如果赖清德他拆他 本来就应该拆的违禁 我就辞本来根本不应该辞的 他如果今天叫我去骗 这个赖清德你有听到了吗 在一档炮轰民进党执政八年贪污腐败诈骗超猖獗 赵超康透露连他的妈妈都曾遇到骗子冒充检察官差点被骗 我妈妈都差点被骗了 看他躲在家里客厅的角落在那边讲电话 偷偷的讲 窃窃之语 就问他什么 他不讲 为什么 因为骗子跟他讲侦查不公开 你谁都不能去讲 老太太就以为是真的 对选战超自信的柯文哲 先算蒋万安没本事解决内湖交通 又轰猴赖光说不做 各阵营猛烈开火 不是说每天 讲一大堆 他们要做了什么 柯文哲当台北市长 起码画了三百公里的红线 都市热闹的地方画个红线 不准人家停 不准人家上下车也就罢了 什么那个木栅 偏远的地方 他也给你画红线 半夜也不能停 周末也不能停 真是扰民啊 一个连内湖塞车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人 你觉得他会是一个好的总统吗 八年的时间他没有办法解决内湖的塞车 然后他现在跟你说 他要带领这个国家往前走 不晓得他到底在讲什么 左轰赖轻的硬奥为剑 又打客问着市政无成绩 宣传倒数各阵营火力全开 没再客气 赵绍康昨天接受馆长的访问 他说台湾说要打炸 结果是越打越炸 去年说这个被炸金额 已经有七八百亿元了 可是有很多黑数 很多人没有报案 他甚至还爆料说连他妈妈都差一点被骗了 但他说因为侯友宜是探长 他相信侯友宜有能力能够对抗诈骗 他说他的刑事一切都是按照法律来 依法其实他根本不需要辞掉中广董事长的 可是他也直接对赖清德呛下 他说赖清德的老家被判定是个违禁 他不拆 而我合法的中广董事长却要我辞职 好 那如果赖清德拆掉 本来就应该拆掉的违禁 那我就辞掉我本来不应该辞的中广董事长 好 不过讲到这个诈骗 其实赖清德讲的话能够是个相信吗 尤其是这一句好像有点可疑 他说两岸在对等尊严互惠之下 我们的门永远是开放的 所以我们要欢迎陆客来台湾旅游 保证绝对安全 绝对受到尊重 奇怪 我怎么记得好像王定宇 曾经有推倒过谁呢 好啦 那么侯伴怎么回应呢 侯友宜说民进党把台湾的观光产业 变成了产业 陆委会更说如果民进党胜选的话 明年陆客来台根本不乐观 民进党根本是把台湾观光 已经弄得快要窒息了 好 那么这个当然赖清德赖伴 也要出来回呛了 陈世凯怎么说呢 他说民进党执政是台湾时尚经济最好 国民党却只会用嘴巴来拼经济 然后却把人民的钱 都摊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而民进党是用时机来拼经济 国民党却是收贿发大财 讲到了收贿发大财的关键字 不觉得很耳熟吗 最近讨论很多啊 包括什么呢 疫苗采购封存30年合约看不见 好了 台南议长发生了会选案 这个人是谁啊 难道是国民党的吗 好了 专案进口的鸡蛋 争议连环报超私 50万可以赚3000多万元的钱 然后呢 台南光电争议不断 还导致啊 开枪变成了庆祭之都吗 这族繁不及背在 到底是谁在收贿发大财呢 好 我们就看到先讲诈骗 谈到台湾诈骗集团 这么样的猖獗 赵康说他相信侯友宜当国探长 有能力来打仗 事实上今年的投资 诈骗广告的通报量 汉民众陈琴的诈骗案件 是双双创新高耶 结果你知道郑文燦怎么说吗 她说现在是减少诈骗黑数 提高破案率的关键阶段 就好像扫毒一样 刚开始的数字 一定会逐渐的增加 之后呢会慢慢的减少 这意思难道就是说 现在政府打仗有成 所以诈骗案才会开始 飙到了新高吗 好 那么民进党呢 从这个赖清德当隔回的时候 就说要来打仗 结果怎么到现在 打打打到现在才看到 郑文燦所谓的成效出现了吗 那民进党打架的要效 是不是有一点太慢发作了吗 郁芳文燦怎么看 我讲这话真是很好笑 说刚开始的时候 数字一定会增加 你所谓的数字是什么数字 那就诈骗的数字 那我要请问一下 台湾的诈骗案 是这几年才开始的嘛 对不对 你赖清德当行政院长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你蔡英文当总统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将近八年论期都快要过去了 请问一下 你们的你们 你们什么时候才会有效的把诈骗的这样一个案件往下压 你说刚开始一定会增加 那我跟你讲 这是瘦弱嘴 说出一个事实 民进党执政这几年 诈骗的数字真的是增加 而且是大幅增加的 他讲法就是你在让我执政嘛 所以现在是增加嘛 你在让我执政的话 他就慢慢就往下走了嘛 你怎么知道你执政不会再继续增加 我刚讲过八年来 你如果认真的去打击这些诈骗案件的话 那你八年了 快要八年了 已经成效已经很可观了嘛 结果不是 越搞越多 越搞越多 那你现在还要让你执政 然后才数字才会慢慢下降 讲这种话才讲不通的啦 请问你有多少个八年 对百姓来讲 还要忍受多少个八年 这真是没有 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我就觉得就换人做 我的确认为 每一个国 每一个时代都需要一个 不一样背景 不一样个性的 这样的人来当国家领袖 我认为现在就是需要一个 像这个侯友宜这样 有自然背景的人 从最基层的刑警开始做起 一路做到警政署的署长 做到这个警察大学的校长 而且在地方上也有当行政首长 纪念的这样一个人来做 就像美国 因为你可是搞得乌冤脏气的 所以才会有一个 每天讲道德的 讲人权的卡特上来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你现在既然诈骗那么严重 那百姓最担心的就是被骗 我们当然要选择 要选一位 最有可能结束这些诈骗 这个犯罪案件的人 来当我们的 这个国家的总统 那那个当然就是侯友宜 好 不过侯友宜最近也很感叹说 民进党是不是把台湾的观光产业 变成了产业呢 但这样的说法也引来了 赖清德阵营的反抢 这个赖阵营就说呢 国民党只会用嘴巴拼经济啦 事上却是把人民的钱 给摊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而民进党则是用时机来拼经济 但是国民党是收贿发大财 可是讲到收贿发大财 怎么大家脑海里会直接跳出来的 包括像是疫情期间 口罩疫苗跟快筛 纷纷爆出了黑箱的弊端 然后绿油有可以兼任 19家光电公司的董作 抢食整个绿电大饼 这些新闻不是时有所闻吗 反观现在国民党 连家底都被人家快要抄光光了 有办法收贿发大财吗 到底是谁收贿发大财呢 兵哥怎么看 我觉得民进党还蛮有勇气的 敢提收贿这个字 台湾最近发生最严重的收贿案件 是哪个案件 不就是台南政府议长会选案吗 你还好意思讲 你民进党自己会选的 然后这种收贿的一大堆 你们怎么好意思讲 那个陈凯玲被收押的那一个 被判刑的那一个 请问一下他是赖兴德什么人 他是你的新婦不是吗 他是你一手培养出来的局长不是吗 所以你们还好意思提这个 脸皮真的是够厚 那我就觉得赖兴德阵营 今年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包括赖兴德本人都是这样 就是人家问你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不敢正面回答 你都跟人家绕的弯子 东绕西绕 然后问A答B 那甚至用反呛的方式 可是很简单嘛 今天如果你说 侯尔一讲说 观光产业被你们变成 很惨的产业 那正常的回答应该怎么回答 赖兴德跟赖兰 应该拿出数据来 你看蔡英文上任之后 把观光搞得多好 我们又增加了多少 你应该这样回答不就结了吗 那为什么你没有这样回答 理由很简单 因为你也知道观光真的很惨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嘛 观光还不够惨吗 蔡英文已经上台 入客就少了三分之二以上 然后还越来越少 那每年当初 我们已经整个观光产业 大概五六成以上的主力都是入客 那你五六成的客人一下跑掉 请问一下 你不惨谁惨 你要知道当时 我记得很多老板正投资 比如说去刚把那个房屋整修 旅馆整修 或是说刚扩充了一些机具 那甚至去买了游览车 就全部挂 那时候游览车工会里头 一堆人倒了一片 然后请问一下政府 这几年帮他们做了什么事 也没有 然后观光变那么惨了 然后又遇到新冠肺炎 好不容易新冠肺炎度过了 大家想说这时候你总可以开放 赶快刺激一下两岸 让两岸的观光产业能够活络起来 至少再让大陆客过来 让大家赚点钱 不要 就是不要 然后当初王国财不是宣称说 我们今年的目标一百万 陆客 其实一百万已经很少了 跟之前马英九时代比起来 一百万陆客其实非常少 但是现在一百万能够估 因为他当初限定 每天来的只能两千人 你到底在干嘛 还说是什么对等原则 我都不知道对等什么东西 是你想要赚人家的钱 赚钱拿什么对等原则 你当然来的越多越好 你来的越多我赚越多 这政府脑袋里的装手我们不知道 他除了抗中保台 好像就没别的事 然后现在人家都问你观光的事情 你去扯国民党过去收贿 所以国民党下台 所以你们不是成立一个党产会 在弄它吗 不就是这么简单吗 那如果到现在国民党还有藏着钱 你们揪不出来 那就是党产会是一群废物 废物组成的党产会 给你搞了这么多年七年多你还搞不定 那就是把党产会这批人换掉 不然呢 那重点是在于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你民进党自己这几年都会贪张王法的还不够多吗 老实讲 现在是因为你还在执政 所有东西全部被你一手掌握 所有东西都被人机密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查这些东西 所有的这些疫苗也好 快筛也好 光电也好 绿能也好 一大堆的东西 这中间黑幕重重 只是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查出来 现在大家等着什么 就是等到政党轮替之后 民党再也藏不住了之后 我们才知道你们真正的关键 你们到底A了多少钱 我相信人民总有一天会知道 从侯康配成型之后 民进党就开始猛攻赵少汤 媒体董事长的身份 昨天赵少汤就干脆直接放狠话了 他说只要赖清德把他老家 本来就应该拆掉的违建给拆了 那我就辞掉我本来不应该辞的媒体董事长 赖清德的老家事实上被认定是违建 就是不合法的 要如何缴税 其实也有法律明文规定 可是广电法可没有规定说 有媒体背景就不能够参选 赖清德违规是政治 这个这么明显的都不处理 结果呢 怎么好意思说去攻击人家 说你是媒体的董事长 可是没有当选之前 根本不是不用词吗 是吧 委员 是 我要强调的 我昨天那一趴我有看 我几乎全部看完了 叉叉刚刚跟馆长的对谈 叉叉刚刚讲得太好了 他说我这个没有违法 我按照法律的规定 我现在只是候选人 我正在选 我还没有当选啊 还没有就任啊 我只要就任 我一定都吃掉 反光赖清德 他最近被判定是违法建 建造 那就是违建 只不过是因为 违建太多了 所以什么时间以前的 暂缓拆 但是裂案管理 以后有一天会拆得到 结果赖清德他还掉了眼泪 用这个感情公式来说 哎呀 这里很有感情的 谁没有感情的 请问你啊 当初的时候 苏家全 他的容赦 他选副总统的时候 难道没有感情吗 拆掉 黄国庄最近的事情拆掉 韩国瑜的拆掉 这些人都拆掉 为什么 这些人知道 他当政治人物 当公众人物 他的标准要比法律还高 甚至最少最少你要合法 那现在来讲的话 赖清德 你等于是夹缝里面秋生存 说因为现在还没有排到 要拆你 你就不拆 更重要 更重要的是什么 大家只有想到 他违建没有拆 他没有缴税 房屋税 他说我要缴税啊 那是什么 填付税 填付税 已经一段时间 没有再收了 是很早以前 收填付税 然后呢 房屋税 ZERO 房屋税 一块钱都没有交 他是违建 违法建筑 而且 等于是 没有漏税 这样的情况 他怎么好意思 再讲国民党怎么样 怎么样 这个赵超光昨天 讲的实在太好了 这个一针见血 把他的东西 就把他通通说 你是违法的 你猜 我这个不违法 我就迟 讲得非常好 第二个 我要一定要补充一下 刚才讲到两岸 两岸的东西 是昨天 或者是前天 有陆委会的长官来找我 因为谈预算的事情 我就问他说 你怎么搞都没有开放呢 他说 有啊 有开放啊 责任都在大陆 说大陆不给 所以就没有办法 是这样子吗 真的这样子吗 那我就问他了 我说 那你说陆克不给他来 陆克来 我说我们赚钱 你不给他来 那我们互陆团 互陆团 我去大陆的团 你也不给去 他就讲一些 五四三的理由 那我之所以讲 这个是什么 因为今天早上 一大早 七点多的时候 有人就 里长的家族 就打电话给我 总共台北市里长 被约谈了四十几个 七点多 早上七点多 人家都还在睡觉 空空空敲门 把他叫出来 很可怕 各位 这四十几个理长 从七点多 进去调查局那里 到什么时候出来 到下午两点钟左右 他说什么事 什么滔天大罪 是什么呢 我问了几个 我才知道 是说 今年的九月份 他们有组团 理长有组团 去大陆旅游 就这样子 然后就问他说 台办你有没有交代任务啊 叫你们要支持谁啊 你这种东西 有没有接受 人家超过常规的 这种招待啊 花了钱啊 什么等等 就问这些东西 所以你看到最近 民进台在打这个题目 原来真的 原来是真的 在打这个事情 他们就完全用政治来临驾 可以想 那个里长 有的里长讲到这个声音了 都颤抖 他说天啊 我一辈子没有做过坏事 怎么七点多 七点多就警察 被警察带走这样 两个人来敲门带走 他在以为什么事 就带走 然后去的时候 一缸子的里长 四十几个里长 不然你 你也拍办拍好一点 要你现在等这么久吗 他一去 七点多去 两点出来 真的询问的时间 几乎他们回来问 都是同样的问题 有没有交代任务 有没有叫你挺谁 为什么都是国民党的 他说其实也不是国民党的 也有五党籍啊 为什么没有民进党的 现在讲这个东西 完全就是政治语言 我觉得太可怕了 这个比白色恐怖 还可怕 但是绿营现在呢 也不断地狂打 赵召康媒体人的经历 而且呢 也继续抨击 其他的在野党政治人物 家里面的这个违贱呢 网友就痛批说 别人家的是部分违贱 可是赖清德老家 可叫做整栋违贱呢 这整栋违贱 其实是可以不被申请 拆除执照 可以直接拆掉的 好 苏范志就痛批说 姚立宁说赖清德 是错误政策下的受害者 如果民进党真的这么关心 这些矿村的这个土地正义的话 那当时赖清德 可是当过立法委员的 他怎么没有想过 要帮他的万里相亲 来解决问题呢 春节老师 刚刚韩兵有讲 民进党这次很奇怪 人家攻他 他就跟你呼噜呼噜 然后甚至就反攻过去 包括刚刚赖委员讲 我觉得我有个观察 他应该是执政 他身上的问题很多 漏洞百出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可是他们现在又 整个民调领先 所以他现在采取两个战略 就是扫输为盈 另外一个是怎么样 面对攻击的时候 他就是最好的防守就是攻击 这个先攻为要 所以你看各种各样的问题来 他犯了十分的错误 他说你也有两分 他就少输了两分 他反正现在赢的 这个赢面比较多 本钱比较多 他只要不断地守守守 最后赢一分也是赢啊 所以他们是用这个策略 你看他不会像过去说 你过去的时候 他一阵一阵延迟出来凹 那出来否认 他一否认就会有漏洞 有漏洞就可以继续追打 他们现在是死猪不怕开水趟 他也知道老百姓知道他们 他要巩固的就是他原来的支持者 只要让原来的支持者说得过去 不会到这个崩盘 他就是用这种战略 另外他就跟你打污贼战 所以我觉得赵超康那个战法是对的 什么意思 这是近身搏斗 而且是直接了当 像上那个馆长就是痛快直接不回避 然后大家对比 那他甚至拉开 虽然是一个旧议题 你该猜的不猜 我不该持的都愿意跟你持 他只有这样贴上去的时候 才能够再聚焦 要不然我看民进党整个策略是这样 那他就是跟你这个不断地跟你扯 要出来否认 那就把焦点模糊掉了 所以现在除非能够找到 非常非常清楚的 一刀毙命的证据 要不然大家都感觉到 他们就是问题一大堆 他也知道说你们知道问题一大堆 可是我打不死 我有一些死中的支持者 那些支持者就过去这几年来 分到好处了 或者是过去仇恨累积的这些人 他只要能够赢一分就是赢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是觉得 你说包括两岸议题 你看他怎么扯了 他说这个两岸只要在对等互惠 情况之下 我们跟门都是永远开的 南陵有个很大弱点 人家都说你是比较亲中和统派 可是他们自己很怕这个议题 很怕被这个一亲中 就好像是这个卖台 每次在这个地方就绑了手脚 如果能够像赵昭刚刚这样 赵昭找个东西出来 打过去 怎么说呢 比如说这两天 他们不是贸易壁垒调查出来了吗 那贸易壁垒调查是什么意思 长期以来在两岸老公说真的是 让利让利又让利 哪里是他讲的说两岸在对等 然后尊严有对等吗 有对等吗 完全不对等 大陆简直是输血 等于是流血输出 那给台湾一大堆好处 那民进党得了便宜还卖乖 说只要在对等 你明明在 人家已经给你这么多 你在一个优惠的情况之下 还在那边扯出 一直责任在中共 对方都是要欺负我们 那这么清楚的事实 人家以前竟然做了贸易壁垒调查 大家信之肚明 我们说真的很多 设了很多障碍 根本不是一视同等 对两岸的这个贸易 哪有什么对等 哪有什么互惠 可是男人不敢碰 一碰说 你在帮老公辩护 所以我是觉得 这变成他们的软乐 那他就敢公然这样 呼扯说 只要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欢迎他们来 好像一副在两岸里面 他们是多开放 一点责任都没有 今天关系变坏 这个很多人在两岸 因为不能够通 我很多一些认识 这个生意都受损了 他一副刚刚讲 包括观光产业 他就可以推得一干二净 所以我是说 在这个时候 不能再打一下 互相这样 讲道理 他已经不怕了 再一句话 他们死书不怕开嘴他 第二 他就是恶人先高壮 把问题搞模糊 然后扫书为盈 这种情况之下 真的只能像赵昌 贴身 直击 然后怎么样 来硬的 大家就 打赌 这个才痛快 赌书赢一下 厉害就见真章 这个时候 他就比较很难回避 他一般人 他就经常找一些发言人 说中说西 缴获 所以像赵昌刚刚这个东西 直逼 这个直接面对面 这个才恐怕看看能不能突破 要不然就是一定说真的 刚刚韩兵也讲很难 他现在执政 这个好好的 他很多漏洞 我们都明明知道 你找不到确切的证据 他就给你耗 给你拖 只要给他熬过去 还是他继续当真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透家 柯文哲最近行程比较少 那么就主打空战 频频在媒体上炮火四射 他接受专访时就被问到 请问辩论的时候 你要去问你的对手什么问题呢 结果柯文哲就对这个侯友宜 跟赖清德开呛了 说这个侯友宜跟赖清德 每天鬼扯 平话讲一大堆 他们又做了什么呢 政治的核心应该是执行力 他们回去认真工作就好了 好啊 所以他就把这个侯友宜 跟赖清德说 他们都是啊 没有做什么事情 要回去认真工作的人啊 但很多人就反问说 那请问柯文哲 八年台北市长任内 又做了什么呢 好 大家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最近大巨蛋 不是开打了吗 结果为什么会拖八年呢 难道不是因为柯文哲 当时硬要说 他是一个五大弊案之首吗 好了 再来 扁朝之后 他是第一个任内 完全没有任何捷运完工的 一个市长啊 这样的这个政绩 真的好棒棒吗 好了 这个赵少康就批评 柯文哲了 他说请问柯文哲 在台北市长任内 你又做了什么呢 这个赵少康就说 我想起来了 我觉得你做的最明显的政绩 就是画红线 起码画了300公里的红线啊 而且呢 都市闹区就算了 连木栅到处都在画 而且呢 半夜也不能够停车 真的是非常的扰民啊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柯文哲最近 要帮自己贴了很多标签 包括他说 他是陈定南的进化版 他说我在政坛十年啦 我给台湾带来的改变 比任何人都还要来多 我是陈定南的进化版 好啦 自己帮自己贴了一个 很美好的标签 可是有人实在听不下去 那就是陈定南的公子啊 他就跳出来说 我爸爸的生肖是属羊 可不是属变色龙的 变色龙啊 再怎么进化 也不可能会变成羊 除非我们读的进化论 是不同的版本 他也要偷偷问一下 是不是因为选战 达到煤弹药 结果把我爸也给拿出来了呢 好 我们事实上可以看到 柯文哲他的政绩啊 除了被认为是 大巨蛋卡关七年的元凶之外 另外他也很特别 因为从陈水扁当市长开始啊 几乎是每一个市长任内都有捷运完工 陈水扁交出了三条捷运 马英九任内完成四条 郝龙斌呢 也有这个捷运新庄 卢州南港的东沿 但是柯文哲的八年任内 其实没有交出半条捷运 一个还在当市长的时候 就说内湖交通 已经没救的柯文哲 他说自己很有执行力 然后呢 要来带领国家 大家真的都很相信吗 宾哥 其实基本上 柯文哲现在就是在发挥 他自己的特长 然后完全讲的都是选举语言 因为他知道年轻人 就喜欢他这样随便乱讲话 那因为在我们成年人 或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看起来就是根本就是无厘头 在那边东一句句句乱讲的时候 可是年轻人会觉得 哇 阿伯好直白哦 阿伯好敢讲哦 那他要的就是这一个 因为现在是选举时期 那实际上他的话 当然你只要稍微一推敲都知道 根本就是不太合理的一件事情嘛 因为台北市历任市长头 建设最少的就是柯文哲 讲实在话 这个是摆在眼前的 那当然你不能以建设来判断 一个市长到底做得好或坏 可是问题是 局处长离职最多的 也是他 他的 他任职期间 然后他的局处在 他在在他执政的八年里头 没有贪污吗 没有受贿吗 一样有啊 也是很多 与局长级的一样被法办 所以变成他在骂别人的东西 其实他自己也都犯 然后他看起来光是一个大巨蛋 就让他吃不了兜的走 那最好笑的就是 他居然好意思去指点 讲万安 内壶要怎么解决 他提出了种种办法 我就觉得很奇怪 柯P是怎么了 好 你提出了这么多办法来 那你自己有八年的时间 你为什么不试着做一两件事试试看 看看成效到底如何 那你自己也不错 然后你现在告诉讲万安说 这个没救了 除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不是很好笑吗 那我觉得 在我看来 柯文哲他现在的策略 其实很单纯 抱歉我认为他 大概已经放弃总统选举 我认为他现在把他全部的精力 放在拉抬政党支持度上面 也就是他知道 以目前的趋势 还有他自己手上所有的资源 他要选上总统的难度实在太大 那民众党也没有资源让他去消耗 所以看起来他整个的态度是摆在 怎么样去吸引媒体 然后因为整个民众党其实真正有 话语权有声量 就是他一个人 所以就靠他一个人不断去拉抬 看是不是能够把 呈现政党支持度下滑的这个颓势 把他止住 甚至把他往上拉伸 那对总统大选 他本身抱的期望已经不太高了 那再加上 你看黄国昌最近也在跟他一起 分头并进都在出击 黄国昌也在打这些弊案什么东西 所以我个人认为 以民众党目前现在这样的打法 因为你又打蓝又打绿 照理来说 这在选战上不是一个很好的策略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领先者 你是落后者 落后者理论上来讲 你应该是抓紧第一名去打 结果你不是 你是这边打打那边悄悄 让你自己本身选战的主折一直在摆动 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你根本没有资源 你也没有团队 也没有办法去帮你把他散发出去 所以我个人认为 柯P会这样做 大概就是他对总统大选 已经呈现半放弃状态 好 柯文哲最近说出 他是进化版的陈定男 这样的说法让不少人是听得很傻眼 那么陈定男的儿子 他亲自发文跳出来反酸 他说我爸陈定男是属羊的 不是变色龙 变色龙怎么进化都不会变成羊 甚至还反酸 柯文哲说是不是选战已经达到都没有梗了呢 民众当然现在最讨厌的是民进党的贪腐 可是陈定男这些所谓的绿营的早期的前辈 在百姓的心中 其实是有一定的认同感的 可是柯文哲最近很喜欢打比方 不但比喻自己是进化版的陈定男 甚至还比喻成了耶稣会的耶稣吗 难道他不怕这样子会不会操作过头 反而引来了反感呢 玉芳文怎么看 说陈定男先生的公子说他是变色龙 只好在政治上他真的是这样 你看他一下说他是墨率 胜率 他是支持蔡英文路线的这样 可是你看他前阵子又痛骂民进党 骂得非常厉害 他国民党很糟糕 民进党更糟糕 所以你究竟是 你的政党的这样一个喜好度 或是你的政治的你的哲学是什么 我们真的不懂 他前置也在批评说 国民党好像这个跟中共走得太近 所以应该是选不上了 那你讲说两岸一家亲 这样算不算亲呢 有多亲呢 要不要讲讲看看 那你这样算不算也是讨好中国大陆呢 我们讲的是要譬如说九尤公事 那基本上来讲 我们是有一个证据在那里 有一个佐证 就是说马云九的那个八年 两岸是非常平顺的 你可以批评马云九 其他的施政不是很成功的地方 但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面 九尤公事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而且那八年真的对两岸来讲 此时此刻应该是永康街 士林夜市 都是一大堆观光客的时候 这样没有啊 两岸剑拔弩张啊 穿越中线啊 攻击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像我们的做法 应该是很健康啊 我认为柯文哲如果是有品位的人 应该认为说国民党的两岸政策 处理得很好 而不是用为了选举 怕我们票太多 用这种方式去损我们吗 我觉得他的变化真的是很大 非常大 而且不仅是可能内心的问题 我觉得他嘴巴变化很大 他嘴巴的时候批评人 讲了那个样子那种柯薄那种 比那个变色录的那个颜色还恐怖 所以我对于柯文哲基本上来讲 比如刚刚讲到那个 他省钱省了多少钱 还债还多少 你知道他怎么讲吗 因为我停定了很多多余的报纸跟杂志 然后办活动的时候 我少做了很多的背心跟运动服 这样子你会省下你自己所讲的五百七十亿 你在吹什么牛 要不要谈谈教育基金的问题 教育基金究竟你离开的时候还剩多少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这个信口开河 我其实不想那样的批评他 因为他现在是第三名 第二名我们在第三名也待了很久 才跑到第二名 我们对第三名充满着同情 不留恋那个位置 但是很同情第三名的人 可是你自己讲话 要有一个像一个候选人的 那种总统候选人的高度 那种风格你要呈现出来 而不是这样随便这样乱讲 好 先前柯文哲说 他的外交政策是要走蔡英文的路线 那么最近呢 这个柯文哲又被问到说 如何避免对岸竞争邦交国呢 结果柯文哲就回答说 邦交国的数目有那么重要吗 好 当然我们并不是主张说 真的要去靠金钱外交来抢 就是什么邦交国啦 恶性竞争 可是过去蔡政府在任内 已经丢掉了九个邦交国 当时民进党也是带风向说 哎呀 我们的那些这个 断交的小友邦都是来要钱不成 所以邦交数字一点都不重要 这说法跟柯文哲现在论调 不是如出一策吗 一模模一样样 所以如果说柯文哲 其实是一个复科版的蔡英文的话 那老百姓投给蔡英文 还是投给柯文哲 有什么不同吗 是吧 委员 你最要讲的这句话非常好 如果他走蔡英文路线 那人家正版的赖清德 正版的小美琴 那就比你好啊 不要忘了 小美琴还穿着蔡英文穿过的衣服啊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传承啊 蔡英文要传给小美琴 蔡英文要传给柯文哲啊 柯文哲那人贴人壁股 说哎呀 我要走蔡英文的路线 那什么意思 如果万一不幸 柯文哲当选总统的话 是不是要断九个邦交国家 那我们剩几个 其实讲台湾 讲中华民国 就说有些人讲说 啊 这个邦交国不重要 像游许昆讲过一句话 也是很扯 立法院长游许昆讲什么 他说 哦 如果全部动光光啊 说不定对台湾更好 因为他念之在之就是台独啊 台独自现 这个自现的治国 来建国 所以他就扯这个东西 好 那柯文哲如果要走蔡英文的路线 那人家就不需要你了嘛 也不需要你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蔡英文的路线是什么 很清楚的就是亲美抗中 那你现在你柯文哲 要继续的亲美抗中吗 这个来讲的话 你没有自己的主体性 你现在来讲原来 你原来声势不错的时候 在11月23号蓝白河之前 他的民调有时候到第一名 那时候他都不会讲这些东西 然后他说现在他民调掉到第三 而且差地都10%以上 看起来他现在就有点乱 有点乱 你发现他的路线很奇怪 一下子要骂蓝 一下子要骂绿 一下子偏这个 一下子偏那个 所以他说外交政策要走蔡英文路线 我觉得面比这更扯了 如果这样的话 为什么要选你 为什么要选你 你告诉我 为什么选你 外交对台湾不重要吗 对中澳民国不重要吗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外交国 没有邦交国 那就不是国家了 那是不是国家 那真的就坐实了 就矮化成为一个地方了 所以这个邦交国 对中澳民国还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够说这个没有关系 然后他最近也退从蔡英文 说这个两岸的一个特殊关系 是国与国的特殊关系等等 他最少是特殊关系 他讲的全部都是蔡英文 那我就觉得说大家会比嘛 到底你比较 蔡英文比较喜欢你 还是比较喜欢小美琴 到底哪一个人会咨询 蔡英文的路线 就很清楚 不会是柯文哲嘛 你为什么要自己 把自己讲难题一点 把自己做见了 何必呢 你可以提出你自己的一个看法 讲法 说法 何必这样子呢 这样子的话 法还没有票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有社群粉砖挖出了 在2008年 当时赖清德赔了重刑犯 出来开记者会 痛批警方执法过当 那么民进党就呛瞎说 要来提告 其实这个成年旧案 在八年前的时候 赖清德要连任台南市长的时候 曾经有近百名的网友 到赖清德的服务处 要求他要为这件事情 来向受害者的家属来道歉 还有被指责的袁警 也应该要道歉 当时的赖清德 他澄清说 他事后才知道 他原来是被人家利用 他自己也是被骗了 也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被害人 但是他坚持不对 受害者的家属和袁警道歉 那么现在绿莹说 这个粉专是混淆认知 恶指抹黑 可是当初赖清德 陪这个嫌犯出来 开记者会 不是一个事实吗 现在还有很多电视台 找到了当年的画面 就算他是一时不察 那他是不是应该开个金口 向被害者的家属跟警察 道个歉 真的有这么困难吗 村杰老师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复杂了 那关键是赖清德的阵营 态度很强硬 那他们讲说以前在选举的时候 也有人利用这个资料攻击过他们 把他们去澄清 那最后攻击下来就道歉了 可是这一次这个粉专为什么会再去 其实他要求 要求的是说 当时这些被赖清德用立委的身份 强力质询 然后强力要求 他们是受到多大的压力 而且这一群人并没有说 赖清德要国赔 是那个所谓的被警察打到的家属要国赔 可是赖清德阵营就出来表现说 我一个立委怎么可能会去要求国赔吗 他就把资讯就混淆 他们用了理由就是说 别人混淆资讯 把不同时间的案子弄在一起 那我的一个感觉是 这一群人 其实你今天赖清德 他也承认他们当时一时不察 我们当时长期也是搞社会运动的 经常有弱者来找我们 其实说这我们天性就喜欢同情弱者 可是这么多年 后来我就也就学到教训 来说是非的常常就是是非者 那另外呢 他可能是受害者 但他有时候就只讲片面支持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他都把对方讲得完全错 自己完全对 所以我们这几年已经都学到很小心 一定要把情况整个了解清楚 那那清德不管怎么样 就算你当时是一时被骗 或者是你没有搞清楚 那客观上 你已经接受了这个陈情案 用了你立委这个职权 发挥了这个作用 那几个月就情节受到很大的压力 那你对于自己不查 没有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你开始讲一大堆理由 说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不是故意的 可是那人家平白 因为你不是故意 因为你没有把这个真相查清楚 因为这样你帮一个 看似受害人 事实上也是个加害人的发言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意思说 那就哄哄得对了 加害人 受害人 大家都搞不清楚 所以他就没有责任 这个说真的 担当是不太够了 你今天如果不卷入这种 所谓的政党斗争 如果不卷入这个选举 像那样一个受害人 他们受到那么大压力 要求你是什么 一个道歉 如果你既然已经承认说 你们当时也不是故意的 那就表示你承认 你那个时候有疏忽 那你就道歉就好了 所以我讲这么多话干什么 就说这个人那个品 他们就是先告回去 要让赖清德 维持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形象 你看他过去一路以来 除了那一次被 蔡英伟修理的干干净净 而且这么讨饶之外 你看他对外 他们都是表示一副 他多么棒 维护一直进入完美的形象 这个说真的是 你可以反映这个人 如果你真的如实 你真的这么完美 你这个气势如虹 你这别人污蔑你 一点都不让 就是要反告回去 让对方知道不可以 我完全赞成 问题你不是 如果你不是的时候 他这个心态 就是要给你吃得厉 那你想想 我们是要刚刚聊天说 如果今天让赖清德执政 那绝对会比现在的蔡英伟还要狠 你光看他这个德性 他明明有亏 他当然不是犯大错 你有亏就是道歉 人家又没有叫你什么 叫你退选 然后怎么样 是利用选举这个时候 你才有压力 要不然平常跟你讲 你根本甩都不甩 这一群人看起来 也不是为蓝营或者为白营 为退订政党服务 他就是介绍 并容一下跟你说没你好 你现在要选总统 我们继续委屈这么多 就这个机会就跟你说 他马上就告 就要告回去 那这个权力对等吗 我再讲一遍 如果你完全没做 我完全甚至你 今天有权力的人 都应该态度低一点 你凭怎么这么硬 所以你看你的心肝外向 那个男后人三个管理 不对 你知道稍微 你今天攻击他十分错 你自己犯了两分错 光你这两分错 赖清德就叫你没命 然后就把他自己的 那个十分错就可以躲掉 你光看他这种 对于小民 对他在这个时候的一种指控 他那个态度 他这个阵营 那这骄傲还得了啊 但是你看他 结果这样一个步 我看他不会说 我是做不错的了 所以这个事情 我们不要轻忽他 再讲一遍 他并没有 这个 这群人并没有特别要 目前要为男赢 为哪个阵营服务 那你这个时候 你这么高的政治斗争 合理吗 真的大家要仔细想一想 这个案件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当时的赖清德 他还是一个立法委员的时候 他陪着一个男生的家属 出来开记者会 为什么 因为这男生被警察榴弹 打伤了之后 好像是不是就是 有一点重伤的情况 那么家属当然很难过 哭哭啼啼 赖清德就陪他出来 开记者会 痛批了警察一顿 但后来才发现说 这个人为什么会被警察的榴弹 给打伤的原因 是因为他自己 害死了一个女子之后 他逃命的过程当中 碰到警察领检的时候 不愿意停车 因此警察开车 开箱贺阻的时候 他才会被榴弹给打到的 所以说赖清德 搞不清楚状况之下 就出来对警察施压 当然当时可能是 这个女子的家属 还有警察 都觉得说他们心里 受到很大的压力 所以他们也不过是 想要一个道歉而已 真的有这么困难吗 预防委员 这里面真的有一个 最糟糕一点在哪里 警方有试着 跟赖清德委员 跟他解释 告诉他这里面 有可疑的地方 他不停车 他直线往前走 按照警察的经验 这一定有犯罪行为的人 他才会担心领检 所以他们认为说 这里面是有蹊跷 而且正在调查 但是赖清德 他们完全不接受 这是不对的 你要开记者会 你要听两兆的意见 再来开 那人家处置 你认为说 这个我应该干了 你就做 那你如果这种态度的话 说实话 你当国家总统 大家是真的会担心的 你要审视 审查各方的意见 种种种的问题 然后你再做判断才对 还有我的感觉 赖清德比较大的问题 他觉得自己很完美 第一个 他觉得他很穷 爸爸只有留下贫穷 什么都没有给他 所以他心里有一种 觉得人家对不起他 你知道 这个世界对不起他 因为我爸爸 什么都没有留给我 我这个房子 你们怎么叫我拆呢 他就是伪贱 赖清德当然知道 这是伪贱嘛 他就不愿意拆 他觉得他有种委屈感 他总总这世界 对他不太好 当然九个月 爸爸就过世 我们真的很同情他了 但是呢 只有留给你贫穷 在我们乡下 平安PMP的山下 很多人都穷了 甚至上账费 都要人家帮忙捐 棺木都要人家帮忙捐 所以你也不是 全世界最可怜 可怜的人真的很多 家煞走廊 那些也下次最可怜 我都感觉了 所以我是比较担心 我也给他当个同事 其实他平常也还OK 但是我的意思说 他的内心世界 如果觉得说 他是最委屈 所以因此这样子 我做什么事 我都不应该被责备 我都不应该去道歉 做错也都不应该道歉的话 我是真的会很担心 如果这样的话 未来的我们这个争执 是真的会信封学义 因为有这种感觉 他觉得他是不可被侵犯的 他做错也不需要道歉 你这种心态来主持国政的话 你随便做一个决策 你都可能不敢讲说 千万人头 千万人头落地 不是这样子 可是会有很多非常受害 就像在台南一样 你要不要听那件陈情吗 人家跪你 没有要求你跟他们一起跪嘛 你马上就说 你要当 你要叫官员下跪 是什么意思 这种骄傲 这种很孤僻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个性 我坦白讲是真的不好了 尤其是李全教 李全教贪毒 这个买票 所以你拒绝进入台南市议会的 去被接受职权 因为这个议长是买票的人 那我请问你 现在议长邱莉莉 是不是也是同样的理由 被移送法办 那你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个事 你是党主席嘛 你至少把邱莉莉开除党籍吧 结果也没有嘛 所以你是双标 而且最糟糕的是 你即使做错了 你都认为你是 你是不应该被责备的 那这样子 那这个地位跟省的地位是一样的啦 对不对 那省是永远不会犯错的啦 如果赖清德觉得 你永远都不会犯错的话 我们选你当总统 坦白讲 是非常害怕的 是非常恐惧的 像我对他这个很大意见 就是说 好啊 没有找不到具体的问题 可是很大事 他是新潮流的 你们是整个集团 你真有那么干净吗 可是他们就把他维护很好 该贪的是那些人 他就把他塑造形象 今天要夺取大卫 所以我们一下子找不到证据 可是明明感觉说 你这个集团 全台湾最黑 就是你这个集团 你是这个集团的要脚 你真的那么干净吗 你真的那么是 别人讲你都是委屈你吗 我是觉得这才是最可怕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慢慢按个赞 昨天59个家长和教育团体 举办了教育政策的座谈会 邀请三党的总统候选人 一起来讨论 爆出了赖清德 不只在活动前一晚才说不出席 甚至连代表都不派 那么虽然说侯哥本人也没去 但是至少都有用 其他的形式来与会 赖清德是执政党 可以这样直接不甩教育团体吗 还是赖清德知道家长 会问品格教育的问题 所以就干脆直接缺席了吗 市保委员 你后面讲那句 我讲得非常好 就是因为一定问到品格教育 最近的108克杠的事情 离联者的事情 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 各位不要忘了 孰贞长在接受立委的咨询 人家问他什么叫四五为八德 他说偷龙偷杀 土龙土屍 偷龙偷杀 还有呢 八德 桃圆八德 你看那个态度之轻蔑 他瞧不起 李一连时 游锡坤 一个大大的立法院长 游锡坤怎么讲 说李一连时 君主政治的产物 言下之意 后面稍写解释 民族政治很面 那这样子的话 请问啊 游锡坤怎么教小孩 怎么教孙子 我们一般的大人 怎么教孩子 说哦 那看到我可以脱 我可以抢 No my god 所以来进的不去是什么 第一个心虚 第二个太傲慢 他的名字都一直理解 他怕犯错 因为还有一个东西 他在当行政长的时候 的柯刚 不是柯刚 除了柯刚事 双语教育 他说要把英文变成第二官方语 所有的一个文件 要有英文 他现在在哪里 人家要批评双语教育 批批料死 这两个他不敢认为